红星宝宝 永远的一命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一生都没有妈妈的料理时间 哈哈哈哈 今天要介绍的料理是 瓜肉 是吗 瓜肉 哈哈哈哈 啊有有有 结果发现 所以今天这一道料理呢其实是 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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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眨眼 不要再玩了 反正就是瓜仔肉快点做料理好吗 食材有 好今天第一个呢 我们是要切 我先来切葱 切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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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猫爪 用猫爪 然后呢 刺到一支刀 刀 你现在是不是想到一支瓜 好 这切的时候呢就是这支手要这样挖 等一下切下去了 我再跟你说我想到一支瓜 但我这支手变成猫爪 这支手变成猫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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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开始唱一支瓜 我们有一支戏叫做 妙妙心 来咯 幽灵交换 啊 来咯 我看这等你就是要 这个快 没有 没有 幽灵交换 水不空 悲空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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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当很多的时候 你猫爪好像就不太能用 啊 这位人情 好来 当人家唱到很高音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叫人家等 那些人会叉气 你敢知道 你让人 FREE FREE 空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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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吵喔 天啊 好 开始要切 那我就可以开始问 陈瑪妈一些问题了 演了这么多戏啊 有没有是什么角色你一直想演演不到的 嗯 好像几乎圣诞寂寞丑都演过了 欸我这辈子还没有演的就是 老蛋 我想演五则天的老年 因为我演过一百多岁的一个神秀禅师 他刚好他的一生里面 他有遇到了五则天 也是五则天年老的时候 招他进宫 哎呀我觉得 我们的五则天是高一山老师演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呢 在演那个一百多岁的神秀的时候 我是觉得啦 我从来没有演过那么老的老生 男人 可是我觉得那一次演完之后 觉得还蛮不错的 嘿嘿嘿 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我自恋啦 我是一走后 那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是你其实演过最有感触 或者是说最喜欢的 不过演员应该是演什么都很有感觉 应该就是我喜欢一直多变多变 然后在舞台上 刹那之间就要改变 整个外形改变 整个表演改变 最好连性别都改变 然后在刹那之间 又要回来另外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性别 所以这样说一说想一想 如果你是我的忠实性女的话 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什么 何仙公 排走排走 我一个人演几个 六个 被遗忘的脆瓜到底切完没 好 猜了 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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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流 咱到鞭 唱首 严慮甘 哎哈哈哈 什么拉 我是 抽тора 严慮甘 來跑啦 这时 kun Khan 这样我很爱唱的 安禄山 不懂安禄山哪里好笑 去找安禄山的过家吧 安禄山过了吧 出炉了 我们都试吃一点点 因为待会可以加饭 可以加饭一下 真的来一碗白饭 真的很好吃 我们又离脱离黑暗料理界一大步了 之后呢要继续按锁定我们的 小幸福无我妈妈的料理时间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红红花腐朽微生起 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 包饺子包饺子捏捏捏捏 撒一把帅气的胡椒 好菜热腾腾端上桌 collapse radar 煮肉 recommendation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